美女人妻大比拼 有一句 你心裡真的是這樣想嗎 人妻之後還可以加美女嗎 還可以加美女 真的很多 反而是當任媽媽 或者是 你摸著良心再講一遍 美女人妻大比拼 沒有 我就說後面 這句話是不是 我會問一下 我重新開頭一次 四十家的女生 那一句話為什麼好名呢 我說的是你剛剛後面 講的那一句話說 有很多女人 四十家的女生 反而更有女人味 你摸著你的心臟講 真的 哪一種味 我可以獻出心臟那一種 真的啦 是有油味嗎 還是 油好味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反而是四十家的女生 她散發出來的感覺 就不會讓你覺得 很小孩子氣 妳反而跟她的談吐之間 妳是很舒服的 我覺得女人最巔峰的時候 就是在四十 差不多五到 那巔峰期很長 前面她是在虛弱光音 更不重要 什麼事都不懂 對 只會露身材而已 然後講的話 都沒內容 完全沒大腦 反而 Sorry 我在講說我啦 我自己啦 妳以前是不是 對 我以前 所以今天其實有來到三位 都是現在目前四十家的人氣 她們還是依然保持著魅力 對 歡迎Vicky Vicky 白頭 你們會願意講出 你們的實際年齡嗎 我快分五十啊 我再兩年 我現在四十八了 真的假的 對啊 今年四十八 看不出來 小孩 我很想講看不出來 但是水又軟掉 小孩 小孩二十歲 不是 你們太熟了 妳知道她的臉紀 因為我看過她的行徑 很大神的樣子 對 那OK 對 那一帆呢 我四三 妳四三 我四二 妳看不出來 小孩啊 四三 四二 我覺得妳效果做得很棒 沒有 四三 我嚇一跳 四三 沒有 妳往完臉啊 那為什麼剛才Vicky的時候 妳沒有做效果 沒有 我一直在跟她腿 我會看到她腿是真的耶 她的腿完全就是二十幾歲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妳是腿比臉上像啦 不會 妳臉是走比較 接地氣的路線 接地氣 我覺得最難的膝蓋 怎麼那麼光滑啊 我今天還謝謝化妝師 發得很妙的樣子 妳沒看我剛才的時候 就路人腳 我不知道 妳們說是素顏來嗎 沒有啦 有自己打臉底啦 但是我自己照鏡子 都嚇一跳說 怎麼 我的皮膚怎麼那麼黑啊 有差嗎 有 可是妳今天來 是要做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什麼事 因為妳看到對面有幾位男性 目前總共現場來了 七位男生朋友 所以七位男性都是超 二十五歲以下嗎 沒有吧 三四十 三十七歲了 那大概最多三十喔 我剛剛 我剛剛在後台遇到他們 然後就有一個 其中一位就拍拍我的肩膀 跟我說 柯偷 然後我想說哪一種認識 對 我還想說這是我們見過嘛 我以為就是工作上 見過我自己 忘記人家 對 結果沒有他在十幾歲的時候 他在電視上看過我 然後我想說 我有出道這麼著嗎 是誰 就是妳對不對 所以 所以妳年紀比我還輕喔 我今年二十八 騙啦 講真的 不要做效果 講真的啦 講真 不要做效果啦 真的 實際年齡 真的 你頭髮也不要做效果 我拆掉啦 你二十八 二八 所以我們還 值得驕傲 對啊 你還要討論一下嗎 八呢 我們才是一枝花吧 所以其他有 還有比他更年輕的嗎 還是 有喔 柏君 柏君幾歲 你要不要拿麥克風 我看起來像幾歲 你就是像二十八 你現在會玩的遊戲 你男生 男生會把他屁啊 我老起來放啊 你大概二十三吧 對 這麼小 好厲害 太誇人無事 來 給旁邊那位阿遠 阿遠看起來比較小吧 對啊 我也是二十三歲 二十三 剛滿二十三 那 雷克斯 三二 我三五了 我三五 那妳看起來也是娃娃臉 好 下面那位 我二十二 都是可以當我小孩的年紀的 對啊 欸 欸 靠過那位坐下國的先生 我三三 三三 合理 合理 對 我快三三 對你來說 女生到幾歲就覺得 真的是偏老 我覺得要五十 我 也滿傷心的 我有跟過 跟一個姐姐相處過 但是沒有 相處是什麼意思 就是 是交往嗎 就是比較初期的交往 對 大概大概七八歲 那種那種是不是 有 都 就是有 都有啦 不是 他大概有叫初期耶 有發生親密行為 那還算初期的 應該是初期蛋吧 這什麼是落期 這什麼告訴我 什麼是落期 這什麼好有 對 但就是後來沒有成 是因為 他覺得我們的地位 有一點落差 地位 對 就是說 他在工作上 已經有一定的成就 然後他現在的階段是 想要到處去玩 但是我才正在發展 所以有人有交往過 年紀更長的嗎 旁邊那位男性 有 他有在想 有 我有在思考喔 你有跟 有 我有跟大我一歲的 交往過 那不是 對啊 你一歲 還好啦 你一歲我還虛歲了 我一定是年頭年尾吧 對啊 什麼東西 那是在你心中 你覺得幾歲 你還可以接受 看感覺 因為我範圍蠻寬的 然後主要就是 頻率吧 頻率 五十六歲可以嗎 五十六 聊聊天看看 因為男生很喜歡 你在那邊講這種屁話 對啊 其實真的遇到 這個問題又不要 沒有 我就是 因為可能會被 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緣嘛 你可能會被他的個性 或是他的工作 或是說他的愛笑 然後你可能就會被那一個 那一個面膝 時刻 對 所以那時候就不會在意他幾歲 對 所以其實會滿有 常常這種片刻 會覺得 覺得這個面向很 七十歲的那個 對 走路一搏一搏 你也覺得 我的天啊 好像麥可傑克森 麥可傑克森 你感覺 感覺來了 感覺來了 沒有 我會想要去扶他 對 可是裡面 裡面是不是有人 也是跟姊姊交往過的 我那時候是 二十一歲 然後他大我 七八歲 在快三十歲那邊 所以很開心嗎 但是沒有在一起 就是在 酒吧認識 然後曖昧了一下 所以曖昧的程度 是到什麼 就有接吻嗎 就初吻 你的初吻 你把這幾節算到了 好進到喔 他主動喔 因為他是外國人 然後那個 對 歐美那種 就比較主動 你二十一歲那時候 還是你說什麼 二一二二 二一二二才初吻 對 怎麼這麼害羞 那你現在不是才二三嗎 對啊 就是 前兩年的事 前幾個 你是柯然耶 幾個月的事 我沒有想到 對耶 前幾個月的事 所以那個姐姐飛走了是不是 飛回去了嗎 他可能是比較不想認真 就是玩完你就對了 對 那時候就 我坐在旁邊 然後他就 直接把我手牽起來 牽起來我有點錯愕 結果我錯愕完 他直接四肢緊扣 是姐姐主 然後你有想要把他甩開嗎 沒有 沒有 我想說就 第一次給自己一個機會 而且 妳是出力量要什麼保障嗎 出門可以給老外 出門可以給歐美的老外 歐美的 而且是 等一下 你是跟朋友一起嗎 就外籍生朋友 去那個旗津的酒吧 旗津 在高雄 高雄 對 因為比較多外國人 像以後妹妹 你的出門給誰 還有一個歐美的姐姐 請問是哪一國你知道嗎 波德里德 波德里德 對 波德里德在吃這種 很辣吧 對 一百七大腸腿 然後屁股又翹屁股 想到還會笑耶 好可怕喔 阿姨覺得好可怕 你喜歡歐美人士是不是 就比較喜歡外國人 比較大方 你最在乎腿是不是 對 腿最重要 大長腿 對 怎麼樣的腿會吸引你 像可瞳的就不錯 他繃起來耶 你跳了一個出褲子啦 你會脫起來 我剛剛穿褲子的耶 我發現 我發現還不在乎出 兩條腿在外面耶 他不在乎出戲 他不在乎長度 他真的就看不見 你的腿長什麼樣子 長褲 我知道我問你說 如果比如說有一些血管 很明顯的 你會不會在意 或者是膝蓋很重 或是柔的或什麼 結果那 你還好嗎 我膝蓋很冷臉啊 可能沒辦法吧 所以你看我 明明就有一個腿 對啦 對啊 沒有 他喜歡長的啦 你的很長啊 我的腿 我還沒站起來 沒關係 不是 因為他現在看 我有點像看帳母娘 因為我 因為我 姐 妳不要沒有自信 不是 我女兒才跟他擦三歲 我女兒二十歲 我都真的可以當帳母娘了 所以現場有很多人 都生得出來耶 對啊 真的 其實我如果努力一點 也生得出來 也可以的 對啊 再叛逆一點的話 對 再叛逆一點 年輕的時候 所以你們等一下知道 展現你們自己 最有自信的一面 我現在已經在展現了 你 就是 剛剛那個人完全潑 我一直在那邊換腳 有沒有 很忙 都沒有人發現 你發現一個穿長褲 但你們兩個 你們有覺得 以女生來說 四十加真的會讓你覺得 不像年輕的時候 這麼有魅力嗎 因為我媽媽 你看過她肉弱的 她是生病之後 就沒有瘦下來過 真愛 對 因為女生好像不是一定要 身材很好啊 腿很漂亮 才可以有魅力 像我媽就是個性 完全把我爸就是 勞住 征服 對 征服 可是妳媽個性很強悍耶 就是她對她老公 是很有一套的 然後已經導致我爸就是 有一次我問我爸說 我跟小鹿 我們家的狗誰比較可愛 她說 我老公最可愛 好強喔 然後我跟我爸要去散步 我好喜歡這種男生喔 然後 那狗有沒有生氣啊 你不會生氣啊 你不會生氣啊 但是我爸真的 我媽真的是 查來生手飯來張扣 結果 然後他是非常 就是已經覺得理所當然 說楊先生幫我拿水 然後拿來也不會說謝謝 但是偶爾他心情 也不算心情好 他想到我爸之後 他就會說楊先生 你不用說你愛我嗎 你知道你有沒有愛我 好可愛喔 我可以玩這種遊戲 每天 好可愛喔 其實在我們家 跟你們一起想法 那種氛圍喔 好棒 爸爸是他們就是 第一次 第一任婚姻嗎 對 第二任會有改變嗎 隨便 不好意思 先緊張一下 這個問盤的 你的意義 我也都會從結婚出席 到現在 都可以這麼恩愛很難對 很為止 重合到尾的熱情 其實可能是第二任 就突然變得 又重燃那個浴火啊 而且他現在不是只有 就是言語喔 像我跟我爸去散步 然後我們在等電梯 然後他 因為我爸還在關大門 我就先按電梯 然後回頭看 我爸不見 門也還沒關 我就看一下 結果他去慶一下我媽 就還一定要慶一下 每天一定要慶 然後一定是牽緊緊的 他們是幾歲 大概幾歲啦 55 55左右 所以他們是從以前 就這麼相愛 還是說後來越老越相愛 一直都這麼噁心耶 所以我就覺得是個性 對 不管什麼年齡 對 但我們家完全是相反 像我媽就是比較 需要求關注的那一種 但是我媽就是 然後直到現在年紀偏大了的時候 他覺得有三高 他就開始要減肥 真的減下來之後 他就會每天穿衣服 就會開始 因為我家賣吃的嘛 然後就在攤飯前 他就會開始覺得自己 好像身材變很好 穿比較緊身的衣服 每一個老闆娘 對 然後客人都說 老闆娘妳有變瘦耶 然後他就會在我爸面前 再換完換不去 就會覺得說 他自己變瘦之後 變得有自信 那像佩克他們家 是媽媽比較會 主動辣椒啊 對 但是我們家是 我爸爸很強勢 然後我媽媽是算小媳婦 所以我媽媽就是變成說 就是他們 那一種 但是就是年紀越來越大 鬥得也是越來越兇 可是鬥嘴完最後 還是會幫他煮宵夜那一種 就小媳婦 然後爸爸再怎麼嫌棄 最後媽媽還是會幫他煮宵夜 爸爸們都滿浪漫的嘛 那你們有遇到你們老公 是算不解風情的嗎 常常 總是 人家是每天親 我們每天被吐槽那種 還喝什麼 就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 二十一了 要進入二 已經要進入二十二年了 然後其實我前 我其實有一陣子 很愛變頭髮的顏色 然後像黃的啊 藍的啊 什麼很誇張的顏色 跟他回去他都不會說 你頭髮顏色變 或者是他都會 不會說你很奇怪或什麼 都沒有在管 然後有一次 很久很久之前 我想說 我覺得我嘴巴太薄了 我有點想要那種 很性感的嘴唇這樣子 然後我就打了一點點 在嘴唇 破釀蒜 然後我還跟那個醫生說 我不要多 我不要多 我只要一點點就好 讓我嘴巴看起來 啾啾的 啾啾 隱約讓別人覺得 好像你天生就是這樣子 對 很自然的這樣子 然後打完之後 我也超級滿意的 就很像吃了辣椒的那種 種種的那種 就是我要的那種感覺 結果我一回到家 我就坐在客廳 然後吃東西 然後虛哥從我後面走過去 拿杯子 拿完杯子 他就看著我說 你嘴巴怎麼了 你叫什麼 啾木鳥 對 可是我怎麼看得出來 對 而且 我發現已經很感人了 重點是說 我的頭髮這麼明顯的東西 他都不去管 我都不去管 他就看到我的嘴巴 然後他就說 側面妳就是這樣子喔 然後是這個嗎 那不是啊 那是 妳髮色真的很多變耶 明姐 對 但是我很難 好難喔 妳這麼難他也沒有任何 他都沒有任何意見 也不會說我很奇怪 或者是說 妳為什麼要懶這個眼睛 我以為只有小燕姐 可以懶這麼懶的這個 上得了 我真的很自然 自然到我覺得 沒有人會發現 那他啾木鳥是說 他希望妳不要再這樣子了 對 他說 妳可以不要再動妳的臉嗎 我說我沒有 就是打一點點嘴巴而已 我想讓我嘴巴看起來 性感一點 也好看一點 他說 妳現在就很好看了 不要再弄了 不然會很奇怪 所以他是 對 他是 但是呢 妳說他怕 但是有時候 妳給他看一些人 已經整過臉 妳一眼就看出來 他說他沒有整啊 妳氣不氣 男生不懂 老公看別的女生 都覺得沒有整 真的 而且還會說他很自然啊 他沒有整過啊 他沒有看到他之前 他沒有看過他以前 就是老公是看不出來 別的女人 有沒有整 是真的 可是他以前是會花言巧語的人嗎 比如說妳今天好漂亮 或什麼的 他會有時候開個玩笑 就說 我們家怎麼有個 就是開著去 跟我們講什麼話 就是會開這種玩笑 他十幾年前 但這種玩笑也很久沒開 對 十年一開 我已經在十年一開 但他也是十年前 不要再提起她的傷心事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鈴